你好 目前很多朋友都說 最近鈴聲沒辦法拉進去 那我們來試一下吧 畢竟拉不進去 那我會跟妳來做一次看看 好的 我們一樣點選檔案 將檔案加入資料庫 等一下 找到這一首歌 開啟 開啟之後呢 它進來了 進來之後對它按右鍵 選擇歌曲資訊 好 點進來 好 點進來之後呢 點選 選項 好 那 開始的部分呢 是 1分03 好 聽子的部分是 1分 32 好 拿一下好 好了之後呢 對它 按一下檔案 轉換 製作AAC版本 好 這就一個了 這一個就好了 好這個好了之後呢 把它拉出來 跑出來 好 然後對它按右鍵 按一下重新命名 點進來 點進來 我要把它改成M4 改成M4 好 yes 確定喔 變成M4 那很多人會說 這個後面好像沒有那個M4 那我們就開個資料夾 然後點到-4 然後這邊有一個副檔名 請幫它打勾 打勾之後我們的檔案呢 就可以看到 後面的M4 好 好的時候呢 點到 我們手機裝置 當然你手機裝置要先插進去 按下信任嘛 對不對 然後點到鈴聲 再把你的M4 檔案拖進來 OK 這樣進來了 進來之後我現在開手機來看一下 鈴聲有沒有進來 好一樣 點選設定 聲音 然後鈴聲 點進去 好然後來看一下 OK Something Just Like 這個我已經進來了 好這樣就沒問題了 OK 試試看吧 基本上這樣順序流程 是沒問題的 試試看吧 OK